HELLO 大家好,我是白丁 看到标题里面都知道这支是什么了 那我就不讲太多了 反正这支是所谓的借鉴的笔 但是原版的那支的话 我没有原版的那支 因为有看我视频看多几遍都知道 原版的笔的话就这个品牌不是很得我欢心的 因为我觉得它那个怎么讲呢 它的钢笔其实是走到另外一种范畴了 但是不是说我个人不是很喜欢的 我喜欢还是像工艺品那样子的一个范畴 好,那我们还是先讲一下这支笔吧 我买的它好像是有亮面,然后雅面 就是磨砂面嘛,然后黑色白色 别的色我就不知道,也是一个观众给我推荐的 那这里呢,就我盖了,你们就懂了 而原版好像是这里好像是另外一个键 它不是一条线,那省成本这个可以理解 但整体笔的质感就照样去摸的时候 你看就是,还是可以的 好,那还是一样的那个把我们的笔来对比一下吧 还是一样,那主要还是 两支最主要的一支是 那个万宝龙146,一支是那个 百利金M800 那原版呢,是我看有没有机会 有机会打折什么的,我再去搞一支回来 然后再做一个对比 但是我暂时这么看吧 如果没有兴趣录原版的这支的话 反正就是解解读还是没问题了 毕竟这个干笔这个东西嘛 最重要还是自己玩的开心了 旁人的眼光都不是很重要,我觉得 那笔的话,反正就是正常的出戏跟M800 差不多,长度的话呢 应该其实它的尖应应该是可以收,因为是收缩 所以到时候我们拿笔的话应该是 那如果146正常拿笔是在这个位置左右的话 它的话就是尖应出来的时候 因为尖应它是往前推嘛 那到时候其实整根笔是 就整整体的一个总高嘛 那我们对回去 其实它这个本身笔的话 一个呃,怎么讲的 就是那个笔握的设计 还是非常的合理的 那再下来看一下 首先这个线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 有点不是很均匀 而且不是对的很齐啊 但这些都是小问题 毕竟那个价格差了真的不是一两倍的 差了真的太多了 这个事情我就不讲太多了 但总体来讲 你看这些就工艺上面还是非常光滑的 材料上面就不好说了 但这里看到好像有一个小小的 一个是叫脱落吗 还是什么的 那这个地方的话还是有一个小球 那我们先推推看一看 这样 ok啊 有点不是特别顺啊 不算是特别顺滑的那种 扭起来啊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应该原版是这里 它是可以收进去的 当你去就是选出来的时候 它是可以收 那这个就有点像Catlab 百乐的Catless那样子的一个感觉 反正就是它笔感本身很粗了 我觉得使用起来不会有很大的问题了 而且比起传统的那种就是 这一类的传统的笔 传统品牌大部分都会有这样子一个弧位吗 但是去就是说明是比较好握吗 但我个人是喜欢像这一种这样子 就是说没有说固定的笔握的位置 我用的是比较习惯一点的 像我日用的比较多的这一支那个海韵 那因为我握笔我就握到这个位置了 如果是平常那种的话 我就需要握到 我就需要食指跟拇指去齐平嘛 那总体来讲大概是差不多这个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它怎么拆的 应该是悬的吧 啊好应该是悬的 但是啊这个是吸摩器 然后悬的话反应应该是悬完 然后呢就估计 对然后就领紧然后再收回去就OK了 哦我领太大力不好意思 好那就反正你到时候对准就差不多了 它中间没有一个反馈正版我估计应该有吧 如果正版没有这这类反馈都没有做的话 那这支笔还是觉得有点不够诚意还是一样 这支笔的话还真不知道怎么去拆 说实话 但这里有点小松动 那铁器上面我个人认为的话是不能有任何偏差的 它跟那个家具不一样 家具通常会有点偏差很正常 或者木木质的 我认为是可以接受一点偏差 但像金属的还有硬橡橡橡橡这类吧 或者树枝这类我个人是不太能接受一个就是 呃有那个什么 呃误差啊 好那这个口口径的话应该是正常3.4的英雄或者永生这类的一个口径 然后看一下能不能旋转 哎好像好像还是要选上墨的话要我这样子去选上来对 然后呢啊那套怎么上墨啊先不管了 好笔尖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先笔尖上面来讲应该是呃怎么讲呢 现在有可能阳光比较大看的不是特别亮这样的一个笔尖 但呃反正你可以去应该是你去那个怎么就换那个呃原版的笔尖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因为呃我个人认为啊忘记把这个给贴了呃原版的笔尖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 他应该是可以兼用的 然后呃给我推荐的观众是说他把永生的就同类型的尖给那个鸡尾就是说就换上去嘛 说的比较简单一点 那他说他是ok的那现在这么看这支笔有点就是哦原来这个地方是有点斜斜的啊 这个有点细节上的美啊 但是山末我觉得有点啊奇怪那还是一样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这个笔的一个 呃伊利好吧 伊利的话可以可以那能看到吗就这样 ok我慢慢选给你们看一下这个伊利 ok因为灯光不是特别亮啊 好因为我尽量是选有阳光的时候才拍片 那我这支笔是那个F尖的我就没有买一个就他好像只有F可以选 那这个反正放大镜就这样对 好那我们继续来研究一下怎么山末那笔尖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呢那 反正就是跟那个平常的M800的伊利这么去对比的时候吧哦 对反正能看到伊利大小就是差挺多的我这支白利剑还是F尖 好那继续我们回去刚刚的那个话题去上去 他是怎么上摸的有没有知道这个上摸有点别扭我我一开始是以为插拔然后就这样子上摸 如果这样子是不是应该把西墨器给拔出来然后这样子选 应该不会吧我觉得应该不会有这么起 哎哦好像是里面的这个地方选你看我球有开一半了 那免得麻烦我还是我还是直接把西墨器给拔上来吧 那这支比西墨器不就非常麻烦了怎么讲 有点不是非常怎么讲就是不是很人机的一支笔 我觉得好我就稍微上一下差不多这样子的一个墨吧 这支比西墨器肯定是相当的麻烦我觉得OK 差不多吧因为我不太喜我不介意就是比肩比折那个地方就是比较那个脏 但是像这个位置我个人还是有点就是个人还是怎么讲有点小介意就是那个地方 好那我们一样把这支笔给选一下然后试写一下那写感上面来讲还是一样吧就是啊不对 我然后我先把笔给这支笔有点不太是不是因为这支不是正版的原因了 是一直复刻笔的原因我甩一下先 嗯好像没有反应 这如果洗笔起来不就很麻烦了这个啊 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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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先看一下我我让他要不我先让他倒倒倒墨 然后把那个墨给倒出来 然后我们再回来拍这个视频好好那我回来试一下 我想了一下一个方法就是这样子哪一个我现在旋开了一点 然后上面这个小球开了然后我也应该是不会碰到那个笔尖了 然后我再这样子这样子卡着那他全回不去的时候吗 我再把这个给选选出来啊 用了一个笔按脑子 然后这样子的话笔尖还是在那个外面吗 有一个夹啊这是那个什么啊 这个是那个忘记什么品牌好像是国语的那个笔盒 我就这样子把它放什么工具什么的 那有有兴趣的可以参考一下啊 因为上网看到有很多那个桌上不同的收纳 然后现在这样子我把这个墨给倒出来一点 哇这支笔真的完全很不很不能提工学啊这支笔 好试一下啊可以可以可以出来了出来了OKOK 还是弄到那个笔了没办法这个那这支笔的话基本上就是有点不胜能机啊 不知道是不是那个版本的原因啊 好可以OKOK那先这样子我们先试写一下吧 好试写完以后能看到太粗了这个笔真的真的不是一般的粗耶 反正而且它书写起来我估计还是要如果真的是要搞一支的话 还是得要把那个尖给换一下而且如果细看的话它反正就是一直过能过瘾的笔了 然后听一下那个声音啊我这样我拿笔通常是比较偏外斜的呢 有点沙沙感觉但是如果是这么斜的话吧你感觉它又很顺滑 但是它就是好像左半球很顺滑右半边然后有点沙沙的感觉 鞋感上面来讲的话不难受还是那句比弹笔的来得好写 就是但是就是太粗了我觉得不知道有没有细的或者可能是说这支如果弄回来 你还要留一笔费用然后就是去换一个尖 但是这支钢笔本身是挺有意思的 然后我现在又发现一个有没有觉得不是很真 那个笔好像往一边偏了那这个我们都不是很介意啊 反正就是太粗了那录用的话还是肯定要换接了 但是拿来玩一玩的过过瘾的这支笔当之无愧的 我觉得挺划算的因为那个正常的话都是不会买一支那么贵的笔了 超过有如果是人民币100以上的笔我认为都使用需求了 那稍微深度一点玩家那可以把这个上线调到500 那要么就是100以上要么就是500以上大概就这样子 但哎好了我是被我玩坏了刚刚那样子 好像是有点被我玩坏了你呃我把那球卡了一下以后 好像是有点玩坏了说不起来了现在啊 这一个我不应该这样子了哎呀哎又又可以了好吧那就大概这样子吧 那就这支笔我就洗一洗那有机会的我再留下来做个对比吧好吧 大概就先这样子那我们那个哦又不行了这好吧那个就这样吧 我刚刚在洗笔了我在拍个补充视频看一下原来这支笔好像是可以这样子 直接拉直接推好像是可以这样子去洗笔 只是说应该下面那个旋钮只控制这个球状开关那它是可以这样子 我不知道正版是不是这样了知道的帮我补充一下对好那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拜拜